這是福州三房七巷 第一要參觀的就是林爵明的故居 林爵明的故居 沒要求謝賓心 因為爸爸買去 所以這便作是林爵明和謝賓心 兩個人的故居 是林爵明的堂弟 那這個林爵明他小的時候 是在少林寺席五人稱榮張飛 還有這個林長明是林爵明的堂兄 他當時是段祁瑞政府的司法總長 他的女兒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林徽英 這次來就看到九戶隊人說 冰雪近聰明 這次形容謝賓心非常聰明 現在再來要介紹的就是林爵明所謂的文章裡面 他跟他太太過去在過恩愛的生活 這個小約貨就是林爵明和他的妻子陳奕應 共同生活六年的地方 他兩個人結婚的時候是1905年 一個17歲一個18歲 結婚六年的時間一直都是巨少於多 林爵明犧牲的時候 陳奕應他也是懷有八個月的身孕 當時是提前早產家人家 或是臥室的窗戶 望向外面的院落 種了兩棟的梅樹 他們兩個人當時生活的一個場景 這真的是以前他們林爵明的書房 還是林爵明的書房 對林爵明的書房 林爵明應該實際上沒有 謝賓心啊 我說謝賓心 賓心他是祖父 祖父主要是祖父的宅子 他只是回來以後 在福州短暫住了兩棟 現在有種介紹的 借我了 現在再來要介紹的就是 謝賓心的書房書 這段影片大家在這裡看得到就好了 他就讀了威爾斯利女子大學 像宋美林、希拉林 都是大學畢業的 他的父親叫謝寶章 是民國第七任的海軍機長 通過這張老照片可以看到 當時這個大眼的孩子 這個就是冰心 冰心小的時候 完全像個男孩一樣的裝扮 他的父親把他帶在軍營裡頭 騎馬打槍 他是回到福州之後才恢復的女裝 雖然在福州僅僅生活兩年多 但是在他日後的文章中 都有提到自己的家鄉 這邊有一整段是描述 當時福州農婦的一個形象 說當時福州的婦女的是身著輕衣 頭上綁一個髮際 插三根的銀簪子 每根銀簪子都有八寸長